这一局的不利情况下 联班三局战胜对手塞尔维亚队 时隔12年再次获得奥运会金牌 在职教生涯当中 我们知道很多球迷已经把狼平称作 就是在球迷的这个称呼当中 把它称作狼圣母 这个也可以算狼平女牌帝国的最后一块拼图 我觉得大家还是忍得住 能够耐得住 坚持到最后吧 谁坚持到最后 谁笑的最后 谁笑的最好 正如主教练狼平说的那样 真正的女牌精神 是你在觉得快不行的时候 有队友支持你 队友有困难 你能顶上去 女牌精神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 那中国女牌真的是好样的 那积极的精神能够鼓舞人的斗志 而消极的精神会让人精神萎靡 今天故事里的何华裕进城当保姆 他总觉得城里人都很有钱 瞧不起他 于是心生杀鸡 先后杀害了张伯伯李婆婆两个雇主 然而就在他要加害第三个雇主吴老师的时候 却突然收手了 这又是为什么呢 喂 找到了 他回来了 你有事我没事啊 你要干什么呀你 我 跟我 嚷嚷 跟我说的哪儿啊 你说你爸七十八了 有那个心脏病 糖尿病 对对对 我爸就有这些毛病 还有啊 他腿脚不太利索 我和弟呢平时都很忙 没时间照顾他 以后啊 就麻烦你了啊 这就是我家 进来吧 这边呢 是厨房 那边是卧室 我家呢挺方便的 楼下就是菜市 旁边还有个小花园 你有空吗 就每天吹老爷子啊出去晒晒太阳 怎么才回来啊 你以为保姆好找啊 怎么没跟你去找 姐 这领导一直催着呢 年底了事特别多 水 水 我要喝水 来 拿着 我想吃肉 平时家里就惯着你 你要干嘛都行 可是这人总得有良性吧 爸是怎么落下一身病的 还不是为了给你带孩子 行了行了 你别叨叨了 不就是钱吗 这请保姆的钱 我出了 我忙着呢 妹子 你爸说他想吃肉 他想吃什么 就给他买点什么 那要呢 要在柜子里 瓶子上都写着呢 我这边事还没完呢 再等等啊 妹子 我一个月休息几天 大姐 你也看到了 我和我弟啊 平时都特别忙 你要是休息了 咱俩谁也提不上 可是我 行了行了 每个月给你多加奖百块 算是补偿吧 以后啊 一个月休息一天 好点没有 何华玉和丈夫银海一起进城打工 靠微博的收入艰难度日 他们原本打算赚了钱 就回老家盖房子 可如今 何华玉在张伯伯家当保姆 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回老家盖房子的愿望 暂时难以实现 哎 银海 银海 嗯 阿玉 到处找你呢 你怎么来了 你说这恶活 休息时间这么少 我要早知道这样 我就不接了 没事 离家近 我有空我去看你 什么离得近 那个老头腿脚不好 我现在买个东西啊 都得给我算时间 爸 爸 我电脑坏了 你电脑不采买的吗 跟你说话了 哎呀 阿玉 家里你先回去吧 老头儿岁数大了 外出出事儿就麻烦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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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河 你结婚了吗 结了 有孩子吗 我老公前面有一个女儿 你 你们分开 怎么过呀 我 我老太婆死了十年了 那就再找一个呗 找一个呀 能照顾你的 找了一个 孩子们不同意 走了 该吃药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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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 为美一大堆的事情没收拾呢 哎呀 那些事儿你管他 那别做了 陪我试一下 你再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哎 喂 您还啊 是我 你干嘛呢 我在打热房间呢 哦 小洪是不是跟你又要钱了呀 没有 我没给他 真的 我不是说不让你给他 他都25岁了 还整天给你要钱 自己也不找个正经工作 你那养他养到什么时候 时间不早了 我先睡了 你也做点睡吧 记得吃药 我先睡吧 你干什么呀 我懂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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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告你 我要告你虐待老人 我要告你虐待老人 我还虐待你啊 我要告你 我要告你 我要告我女儿 我要告公安局 去公安局 咱们看谁告谁呢 我告你抢尽 我懂不了了 我懂不了了 我要告你 我要告你 我要告你虐待老人 我要告你 我要告你 我要去告你 我要告你 你虐待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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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你 我说你怎么这么久才接电话 在干嘛呢 你再不接电话 我都准备上来了 你的楼下来啊 行了行了 咱就下来吧 好好好 我马上下来 马上下来 这药 我上次看没有了 每天吃三次 不能停 哦 我爸在干嘛呢 在床上已经睡着了 喂 哎 你还站着干嘛呀 上去啊 哦 我就说我们家保姆呢 笨得要死 看着让人着急 一点都不省心 爹 你这是怎么了 你 你怎么了 要 要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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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喝点水 先喝点水 哎 你这是干什么你 我 我摸你一下怎么了 你又不是黄瓜大闺女 你不要脸 你陪我呀 我会给你钱的 谁稀罕你的臭钱 你不稀罕钱 那你当保姆干什么 我算是明白了 你这么大岁数 还这么不要脸 难怪儿女都不愿意管你呢 你说什么 你儿子嫌弃你 女儿子的楼下 都飞上来看你 你有钱怎么样 有钱敢管你吗 你要 都给我一样 我看你装 你装你装给我 你不想吃吗 你自己快来拿呀 过来呀 我这看你装 我 我难受 你现在知道难受了 善意这种人 活着有什么意思的你 我难受 你不有钱人吗 你吃啊 吃啊 你过来吃啊 吃 你了不起你吃 在我们农村 善意这种人 早就应该在此绝对了 活着有什么意思啊 而你不管你是活该 你愿意谈让她这么久 哎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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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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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哎 你还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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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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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你装 詞曲 李宗盛 何华运流想到 他的意识怄气竟然酿出了人命 他害怕坐牢不敢报警 经过一晚上的考虑 他决定铤而走险 昨天晚上还是好好的 说早上想吃荷包蛋 我六点多钟就起来给他烧水煮饭 等我饭做好了去叫他 你就不能停一会儿吗 可恶 我不是跟你说不是跟你 好了别打了 他怕死了 你疯了 我疯了 是你疯了吧 你两个人都被狗吃了 姐 我知道你心里边怎么想的 不就想要这房子吗 我不跟你争 你不跟我争 我喜欢这房子吗 我不是昨天才给了你药吗 你给他吃了吗 我给他吃了呀 你现在找药有什么用 自从你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公之后 就把爸一个人扔在家里 他说过多少次想跟着你 可你怎么说 家里不方便 你现在知道哭了 他活着的时候你干什么去了 你给家里吃过一分钱吗 你说找我要钱的时候你回来 你想过这个家吗 一切都出乎何华玉的意料 张伯伯的一对儿女只顾争吵 对她的死因却丝毫没有起疑心 何华玉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何姐 这段时间 谢谢你照顾我爸 你拿着手 我不能要 拿着 我才干了几天啊 谢谢你照顾他 对不起 我 这个钱我真不能要 我真不能要 拿着 对了 这是我爸的衣服 还挺心当 如果你需要的话 就拿去吧 太可爱了 哎 华玉 你弄得了 不是你月子休息一天吗 老头子死了 他怎么死了 心脏病 他家里没找你麻烦吗 没有 还多给了一个月工资 还好 成了一些最喜欢计较了 你算是碰着好心人了 我去给你倒杯水 不能拿着好心人了 你 我听 你 都没了 你 都没了 你 都没了 你 如果 我已經走了 脱下来 你给我脱下来 我还以为你给我弄回来的 你带什么 这咋回事 阿玉 阿玉 这谁的衣服 老头的衣服 这衣服这么好 你都烧了干什么 我穿也行 死人衣服有什么好穿的 哟 爸 你们发财了 这么好的衣服都烧了 回正好 走回家吃饭 好啊 我找到工作了 嗯 好啊 在哪上班做什么 我朋友的服装店 你可要好好干啊 爸 我想换个房子 我现在租的房子 离我上班的地方太远了 每天都要倒两次车呢 也是啊 离上班就近点租个房子方便点 爸 能不能给我点钱啊 现在换房子 房租涨了好几百呢 你爸上班 也要倒好几班车呢 坐得远一点有什么关系 我跟我爸说话呢 有你什么事啊 哎呀小红 怎么跟你何事说话呢 他先说我的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 别以为我爸好欺负 他的钱就是你的 我告诉你 就算我爸死了 我也是第一继承人 我没有你爸一分钱 是吗 当初你被你前夫赶出家门的时候 要不是我爸可怜你 你还不知道他在哪呢 有你这么跟长辈讲话的吗 呸 我只认我爸 小红 还没说了 你先回去吧 回去 房子都没了 我回哪去啊 谢谢爸 省得点用 哎呀 你呢 不过就是跟我爸 搭伙过日子罢了 我才是真正 跟他血缘关系的人 你搞清楚 我走了 别生气啊 孩子有困难 我总共都不管吧 咱们当初都说好了的 一块存钱 一块回老家盖房子 咱本来这么就不多 这存点钱 都是牙夫人紧下来的 他倒好 每次来给你要钱 那少得几百 多多就要上千 我跟你讲啊 我转工资了 他不知道 谁 谁要你的钱 哎呀 你说我老婆 你不拿钱 谁拿过钱呢 那没事 先坐下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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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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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啊 做个梦了 啊 哎呀 水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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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俗话说呀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如今的何华玉就是这样 张伯伯对他不鬼 他完全可以和张伯伯说清利害关系 实在不行 咱可以36G走为上 可强烈的报复心充斥了何华玉的大脑 当张伯伯摔倒在地的时候 何华玉明知张伯伯有死亡的危险 既不给他服用药物 也不拨打急救电话 最终耽误了治疗 张伯伯的死何华玉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那何华玉想方设法骗过了张伯伯的儿女 却骗不过自己的良心 一场场的噩梦让他心有余悸啊 梦醒过后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吗 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 这老太太吧 养老院不愿意去 在家动也动不了 这脾气还不好 唉 你别着急 我们这儿了 什么盲目都有的 唉 我已经看了好多家了 他们都不太愿意照顾老人 还让我把他送到养老院去 我又担心这老太太吧 在那受欺负 唉 我这人就是心太软了 唉 唉 何姐何姐 这就是我给你介绍的 唉 他呀照顾老人最有经验了 我不愿意照顾老人 唉呀 这个人初夏高 而且呀照顾老人实心 才不实心呢 唉 你知道什么呀 难道你想去照顾小孩了 现在的孩子可都是宝贝 有点闪失可不得了 老人就不一样了 出了什么事啊 没人为难你 可是 别可是了 你看看你上个月照顾的那个 人不到一个月人就没了 人家还不上一个月工资结算给你的吗 要不 你再找找 哎呀不找了 咱就这么定了啊 就这么定了 行 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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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 滚 都滚滚出去 我滚 我滚了 你 你在这里都没人知道 我拼不死 你就是想要我的钱 要我的房子 我不会给你的 这老太太呢就 行动不方便 你平时照顾她吃饭睡觉就行了 她 脾气这么大呀 你别理她 她呀 觉得谁都要害死她 就是想要我的钱 就是想要我的钱 我不会给你 一分钱都不会给你 我就住隔壁那栋 有什么事能给我打电话啊 我先走了 唉 又怎么了 啊 老太太有什么病没有 医生上需要注意什么 她呀 除了神经有点问题 其他都没什么 嗯 挺正常的 我先走了 你才神经病 滚 滚出去 滚 滚 老太太 滚 哼 这么能的钱 把我推出来想动死我呀 是你儿媳妇说的 每天都要推你出来走走 好 她就没了好心 她就想我早点死 你照顾你婆婆的呀 嗯 那种老太婆呀 脾气也不好 斗你瘦的啦 哎 她怎么就这么恨她儿媳妇呢 听说她儿子出车后 躺床上是她媳妇扒的养气管 李婆婆就说是她儿媳妇 害死了她儿子 现在又来害她 嗯 那她儿媳妇还照顾她 哎 李婆婆有钱呗 听说他以前开的书报挺重 存了不少钱 现在他儿媳妇盯着他可紧了 这东西 快送我回去 我过去了 来了来了 你送我回去 这么多钱 害死我 没这么容易 喂 什么 你怎么了 导演上夜班 遇到两个小偷偷东西 他去制止 结果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他就是心眼识 说你人家两个人 手里拿着刀 直接报警就好了 还一定要追出去 没事 若我不追出去的话 操事会受损失的 又不是你的损失 姐 我出去拿药了 好 你说你不当心一点 这疼不疼 您还有家属在吗 在 医生 他怎么样 现在外伤看上去倒没什么大碍 不过刚刚检查的时候 发现他肝上有一点问题 有可能是肝硬化 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我没事 我不检查 肝硬化 如果不及早治疗的话 后果会很严重的 那就住院呗 住什么院呢 那一天花多少钱啊 你这得听我的 要不你们俩好好商量一下 到时候过办公室找我 好吧 好 麻烦的意思 没有 喂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我这有事呢 我只跟你放了半天 你赶紧回来啊 我男人让人给打了 现在在医院里 我告诉你 我们可是签了合同的 你要是没告诉我就提前走了 你是要承担损失的 哎 你先回去吧 就给小王照顾我 我是皮外伤 回家住两天就好了 你必须得住院 好 我听你的 住院 你先回去吧 那我先走了啊 我把小王叫回来 好 哎呦 你早上回来了 嗯 妹子 我老公在超上人给打了 现在得住院 我也没办法 家家都有困难的时候 你这一走了 我们家老太太怎么办呢 那就再找个人呗 我找人是可以 但你总得给我一点时间缓冲吧 这样 你再照顾他两天 我去找人 那就两天啊 好了好了 你不在这半天 可不整个狗枪 你还不想吃了吗 哪有多 我还不想吃了吗 哪有多 我知道 你跟我儿媳妇商量好了呢 就想害死我 笨 你儿媳妇对你算是好的了 你为什么姚朗约起还挺请保姆 你怪谁谁愿意呀 那是因为她不知道我的钱藏在哪里 你还不想吃了吗 她要知道我的钱 早把我害死了 你能有多少钱呢 我有钱 我就是不给她活 我有钱 赶紧吃饭 不给她活 吃饭 喂 尼海啊 你怎么出院了呢 你这叫收入 还想住院 我们怎么了 我病了 你要等死 咱不能住院吗 我儿子住院的时候 我儿媳妇 舍不得花钱 一把他的养器管给爸了 当时人家医生都说了 你儿子没得救了 放心 我要的是钱 我要的是钱 我就是亲家庄产 也要把我儿子救回来 你还确不确 我的儿子 我确不确 我有的是钱 我有的是钱 你不去睡觉去 我有的是钱 这就是不告诉你 我就是不告诉你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躺在哪里 我有的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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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是钱 我有的是钱 我就是不告诉你了 我就是不告诉你了 妹子 这都两天了 什么两天了 你不是找人吗 我这段时间那么忙 哪有时间找人呢 我们家里有事 我老公病了 是真的要照顾 行了 别跟我演了 你们这些保姆想加钱 那时候不都来这一套吗 我又不是没见过 我不是跟你演 那你要不信的话 上我们家看看 行了行了 说吧 加多少 我真不是要钱 我再给你放半天假 你回去啊 把那些事处理好 我跟你说 以后可千里非再跟我闹了 再闹的话 我真的要按合同办事了 妹子 妹子 我告诉你 我儿子要是落下残尽 你也跑不了 你凭什么说我们家孩子偷东西啊 你们到我们家看看 我们家狗住的都比你这好 还偷你们东西 你偷不偷 有监控的 监控坏了 那是超市的问题啊 超市经理说了 你们是临时报 他们都不负责 我确实看了你家孩子拿了东西没给钱 我就圈着他还打了我 所以我 你还说你 你干什么呀 你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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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打 你别打 我给你跪去了 别打了 你有钱我给你吧 我去拿了 你不能给他钱 咱们有什么作用 为什么给他钱 没错 你还敢说你没错是吧你 好别打了 我拿钱 我去拿 给你 就这么多了 我都拿给你了 下也没有要了 对不起 我还跟你说了 这事啊 没这么简单 你们傻 跟我瞎嚷嚷去 这事 跟你们没完 咱走 你为什么给他钱 他有什么作用 他也惹不起人家呀 他不是像谁的呀 我想好过的日子吧 他也没事了 没事了 没事 好运 前面的人在救 他不准事就好 好运 你在厕所里面这么久干什么呀 厕所开个灯 到处开着灯 便费这么贵 你给钱呐 不是个好东西 哎 我说了班纸 你听到没有啊 你不稀罕钱 你当保姆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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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媳妇一样 都不是好东西 你说这不是好东西 我说你们都不是好东西 你个下贱的佣人 挣钱有什么用啊 你挣钱有什么用 你挣钱还不是个贱人 还不是个佣人 还不是服侍人 我喝这水 你会给我当 不是好东西 想我的钱 你们都不是好东西 都想我的钱 我的钱就是不给你们 我少少回都不给你们 建人 下贱的东西 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就是不给你挂 就是告诉你 一个好东西 没有好下贱 下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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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好下贱 就是不给你挂 就是不给你挂 下贱的东西 做主 developing 好东西 阿花 Lex 我 你就 阿花 了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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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